個文章 阿谛現在柏瓦 這個題目是中和性的 所以請你練習怎麼樣挑出的重點 看題目 你認為哪幾個字是重點 大理言 他很好 一般我們講峽谷 就是好漂亮的峽谷 你們注意到這邊的用源不太一般 他特别强调大理岩峡谷 他特别写出这是一个大理岩峡谷 它就是一个平行理法体的关键 大理岩是哪一种岩石 它是变子岩 既然是变子岩 所以一定经历变子作用 所以A选项就一定要选 把观念弄得更清楚 派鲁格峡谷它的特征是什么 两边的三臂是非常陡峭的 好这就是问题所在 三坡越陡 应该要一直崩到拖度变平缓 它才能够安稳 所以它一直维持这种陡峭的三臂 一定有特殊的原因 因为它这里都是由变子岩所组成 变子岩它经过高温高压 所以这样的岩石通常特别坚硬 台湾越往东部变子越厉害 整个板块运动主要是从东边 菲律边海板块的积过来 所以整个中央山脉主要都是变子岩 越往东侧所受的变子作用是越强烈的 因此它的岩石特别的坚硬 因为这样才不容易破碎 不容易崩落 它才能够一直维持这种很陡峭的山地 所以这就是霸凌岩这三个字背后很重要的概念 接着只要看峡谷 任何峡谷一定是河流的侵蚀作用 上下侵蚀造成的地形 因选三项接着到底要选B还是C 我们认为C比B更关键 为什么 国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最终侵蚀基准片 河流不断侵蚀的结果 第四应该要越来越平坦 对不对 可是它为什么能够继续 还能够一直那么陡峭 那么深的一个峡谷地形 那就是我们台湾 雷亚哥板块这样碰撞 一年还可以隆起大约一公分的高度 所以当地木星向下侵蚀变矮了 可是隆起又把它抬高 不断的隆起不断的抬高 我们的河流才能够有不断的力量 继续去侵蚀 那B呢 为什么这里选侵蚀不选峰 峰化会不会构成影响 当然会 可是它就是这里面的 选三项的最佳答案 以重要性来说 它跟AFC株这三个来比 比较不重要 步行一下水叫峰化 峰化跟侵蚀共通之处是 它们都是使原来完整的岩石 逐渐变破碎疏伏伏 不一样之处在哪里 再强调一次哦 峰化跟风吹硬点关系都没有 跟风有关的是 轻蚀搬运跟沉积 那峰化呢 破碎之后的碎片大都留在原地 后来才能够变成很疏松的土壤 然后土石流记住 它只是山峰的一种形式 它不是造就峡谷的主要作用 这在你的下册课本 可是我们不用读课本 读题目本身的文章 希望你能够推敲出重点 短短的文章 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面 抓到关键重点 文章介绍了四种方法 就是这张表格底下的AVC租 这四种方法 要探勘的地下资源 一个是地下水 一个是石油 一个是铁矿 读文章 重点其实在例如后面 标点符号 分号前分号后是独立的 找到三个分号 所以你看老师黑板 用四个颜色 把四句话标示出来 第一种探勘方法 反射正称 截取重点 它可以做什么 地下的构造变化 不过这里你要清楚 什么叫做构造 比如说我们的岩石 有没有弯曲 折重 折重又分 背斜下斜 地下岩石有没有断电 断了之后两侧 怎么相对运动 那就是断肠 接下来第二个 重力侧刊 截取关键字 主要是在找密度显著改变的地方 第三个磁力探勘 主要做什么用 它在找有磁性矿物的地方 最后一个 地面组侧刊 主要在找什么 是在找导电率不一样的东西 你认为地下水跟哪一个有关 地下水是储存在岩石的孔隙当中 所以这个地下水 应该会影响到岩石导电率的大小 因此测地下水 应该可以用这种地面组测开 石油跟哪些有关 石油它是液体 石油是储存在哪里 也是地下的岩石孔隙当中 在岩石孔隙里面 它一定会流动 所以如果要具有开采价值 那么必须石油在岩石孔隙 跑来跑去到最后 要能够被集中关在某个地方 根据老师的说明 所以要找什么 要找地下勾章 有适当的折衷或断层的条件 让石油关在这里 才能够有开采的价值 因此我们用的是反射政策 铁矿呢 金属矿的密度一定比一般的来的大 有铁矿的地方 那你的密度一定特别大 所以它可以用重力测刊 铁是不是磁性物质 是 所以也可以用磁力测刊 这样你就可以选答案了 这个题目主要是考无线电波望远镜 梁矿所常用的 除了这种无线电波望远镜之外 还有光学望远镜 题目的这五个选项 第一个 从星空来的无线电波 被我们的望远镜接收了 我们只接收 它本身没有发射出任何东西 我们学过的哪一种是有发射能 同时也有接收 那就是气象内达 它就发射出雷达波 打到云里面的水滴 波就反射回来 雷达回波讯号越强 表示云里面的水越弱 这样你的机率就比较大一点 老师基本上这两种 基本上都叫遥册 遥册又分两种 一种叫主动遥册 一种叫被动遥册 所谓的被动遥册 就是我傻都不用做 就站在这里 你会自己给我去 主动遥册 就是我还要主动发出讯号 才会收回来 我们才能够知道对方怎样 无限电波望远镜 大家说有没有发射 没有 所以它算是被动遥册 气象雷达 它有没有发射 有 就叫主动遥册 如果你要增强它的效果 我看图就知道 把这个凹面镜大一点 也就是直径 就叫做口径 只要大一点 口径越大 收到的讯号越多 当然效果就会越好 记住 光学望远镜也一样 任何望远镜 只要口径越大 进来的讯号一定都越多 一定效果会越好 看吸血象 无限电波望远镜使用的时候 需不需要强调 减少周边的光害 无限电波会不会受光影响 不会 用收音机来想 收音机白天光很亮 还是听得很清楚吗 所以它不受光害影响的 云很多会不会构成影响 你的收音机今天云很多 能不能收得到 还是可以啊 所以云很多的阴天 无限电波望远镜不受影响 所以我们的无限电波望远镜 其实不受光害 不受云亮多幻的影响 都可以用 另外一种望远镜 光学望远镜 就是客见光望远镜 什么东西跟它比较像 眼睛 眼睛在很亮的白天跟很暗的夜晚 哪一个看到的心比较多 夜晚 所以客见光望远镜 会受光害影响 同样是夜晚天空很多云 你的眼睛能够看到天上的心吗 不行 所以光学望远镜 有光害白天太亮不能用 云层太多遮住了不能用 第一选项的答案就出来了 无限电波望远镜 要建置于晴天比率高的地点吗 大家说它不受云层影响吗 所以不用 如果是另外这种可见光望远镜 就要建在晴天比率比较高的地方 看初选项 将多部无限电波望远镜 组成正列 这边望远镜 我们强调三个能力 解析力 把物体清晰分开看清楚的能力 极光力 收集光线的能力 如果收集光线越多 看起来就会越明亮 第三个就是放大倍率 假如祖皇正列合作的望远镜 找最远的那两台 最远的那两台离多远 就相当于是一个 扣近多大的望远镜的解析力 换句话来说 你合作的对象离越远越好 解析力就会越高 合作的对象要越多 大家收集的会在一起 收集到的信号才会比较多 集光线就会越好 不只无线电波望远镜 光学望远镜 也可以像这样合作 以这个题目来说 图像很重要 做题目的时候 没有图就要自己画 它的关键重点就是问 断层的种类 然后看选项 三种断层种类 搭配上函下函 这三种断层 左边这一种断层 哪一块叫上函 断层面是清洁的 在断层面以上 所以这一块叫上函 这一块叫上函 中间这一个 哪一块是上函 这一块是上函 这一块是下函 最右边的这个断层 哪一个是上函 断层面是垂直的 所以就无法分上下 岩层如果受到的是 脏力的作用 上盘相对往下运动 这样的断层形式 我们称之为叫正断层 假如岩层所受到的是 挤压力的作用 使得上盘相对往上运动 这样的断层形式 就称之为叫逆断层 如果岩屎所受到的是 减力或者称之为 叫水平硬力的作用 产生的断层 就会是平移断层 岩屎最早断变之处 地震的能量就是 从这里开始往外传递 这样的地方叫做震源 震源一定在地下 我们把震源垂直投影到 地面的点 称之为叫做震央 一般来说离震央越近 震度会越大 也就是越靠近震央 建筑物被破坏的 就会越严重 所以我们来看 以正断层来说 正央的位置 是出现在上盘 所以上盘的房子 应该是回损比较严重的 以逆断层来说 正央的位置 还是在上盘 因此上盘的房子 也是受损比较严重的 以平移断层来说 它就无法分上下 所以在选项当中 E跟F这两个选项 就不用考虑